这些所有的配件 就是跟仪器打包放在一起的配件 首先呢我们看一下这个是挂架 这些呢都是挂架 螺丝 这个是挂板 这个呢是钥匙开关 这里边呢是拨片 这个呢是仪器里边配的那个眼罩 这一把呢是激光枪 激光枪呢配了三个头 一个脚叉开关 还有一个电源线 然后呢这边呢是一把大光斑的手柄 这把呢是射屏手柄 好现在呢我们来先开始安装这个挂架 我们可以看一下啊 这个仪器呢在出厂之前呢 我们都是把这个挂架孔呢是已经打好了 现在呢我们来先装这个挂架啊 对准螺丝孔 先把这个挂架先引上去 好现在装好了一边啊 我们现在来装另外一边 好装好之后呢我们来装这个支架这个杆 看一下啊 看一下这个怎么上板 好拧紧 然后呢另外一边 好接下来呢我们上这个挂板 把两端打这个螺丝打开 好拧好之后呢我们可以现在来安装这个手柄 大家看一下啊 前边呢是两个手柄 这个呢是激光手柄 这把呢是一光手柄 你看一下 上面都挑的标签都贴的有 好我们现在来装这个一光手柄 就是大光斑手柄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啊 这个的话是上下这个两个按钮 我们在安装的时候大家注意一下啊 这里边这个两个孔要对着这里 好上下移动听到咔的声音就是装好了 好现在我们装这个射屏的手柄 同样的也听到声音啊 接下来呢我们要往这个仪器那边加水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我们这上面呢这里是一个注水口 这个地方呢是衣水口 这个地方呢是放水口 我们在仪器操作之前呢 先要往仪器里边加水 这个加水的话呢 我们是一般是加纯净水或者是蒸流水 我们这个仪器里边呢都是配的有漏的啊 现在我们开始演示一下加水啊 这个加水加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要一直加水 加到这个衣水口呢 油水流出来 证明这个水箱已经加满了 就可以了啊 我们是在今天是在这里做演示 就不过多的加水 呃我们在这个仪器呢 是在操作的过程中呢 是七天到半个月呢 我们要更换一支水 我们在换水的时候呢 要把这个放水口打开 这个放水口打开之后呢 就会有水流出来 后期呢 我们在操作的过程中 大家一定要注意啊 要把这个控水口 还有这个衣水口 这个螺帽呢 是要把它打开 这里这样的话 就是水箱会起到一个水径环的作用 记住一定要把这两个打开 好 现在呢 我们要装下这个脚踏开关 大家注意一下啊 这个脚踏开关 可以看清楚 它这里边呢 呃 这个孔呢 要跟这里边 这个对得上啊 好 接下来我们 先这个电源插座 要把它连接上 好 现在我们开关 这个电源开关 打开 好 听一下这个收音 现在这个仪器已经启动了 接下来呢 我们看一下这个钥匙啊 两把钥匙开关 我们这台仪器呢 是属于双系统的 是两台仪器呢 都可以同时工作 好 我们先打开一个 钥匙开关 看一下 好 现在我们打开的是激光 好 好 我们启动了这个激光之后呢 大家注意看一下啊 我们这个能量呢 你看 首先呢 我们要按着这个键 按着这个键呢 我们来注意看一下啊 它这里首先呢 显示的是频率 频率的话呢 最高可以调到5 好 如果说我们现在要切换能量 大家注意观察一下啊 我们要按着按下这个键 相当于第一个键 这个键呢 是属于切换键 我们看一下啊 好 我们来调 好 现在已经变到能量了 我们能量的话呢 你看一下 好 能量你看 现在在减弱 然后我们这个能量是加 看到没 第一个键呢 就属于是切换键 切换能量 还有这个频率 这个地方呢 是温度显示 好 这个这个介绍 屏幕介绍的话 先介绍这里 稍后的话 我们来实际操作一下 现在呢 我们打开 另外一个开关电源 看一下 好 大家看一下这个瓶啊 这个呢 是衣光 这个是衣光的手柄的话 就是这把大光斑 这把大光斑啊 大家看一下 如果我们点色素 我们看一下 好 我们点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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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看一下 这把射频手柄呢 它已经灯已经亮了 然后呢 这个SXR 这个的话就是做OPT的专业的脱毛的 看一下 这样 好 接下来呢 我们来说一下这个能量的调节 我们在做这个脱毛的过程中呢 我们注意看一下啊 这个脉宽呢 属于是 作用于皮肤的深度 我们一般那个参数呢 建议客人调到4.5到6.0之间就可以了 这个频率呢 是可以调到 可以调到10的 我们建议客人呢 在操作的过程中啊 3 或者4 就可以了 这个能量 最高呢 可以到50 我们在跟客人操作的时候呢 一般是从10开始 慢慢的往上叠加 根据客人的反应来调节这个能量 我们看一下啊 这个是智能 我们在仪器打开的时候呢 要把这个智能打开 这样的话 就是说智能效果特别好 然后跟客人操作的时候呢 舒适感力比较强烈一点 我们来认识一下 这上面这些符号啊 首先你看一下 这个是代表是温度 如果说这个一台仪器里边 这个温度呢 超过60度的时候呢 它会报警的 所以说我们在工作的过程中呢 要让这个仪器呢 时不时的要休息一下 然后呢 这个地方呢 是水流 如果说 假如说这里边没有水 是不能操作的 或者说我们在安装这个手柄的时候呢 手柄是没有装好的话 这个地方呢 水流不通的话 它会有报警的 会有一个叉叉的符号 这个呢 是代表电容 这个是充电 我们在操作的时候 你看一下啊 看到没 不亮了 然后我们按准备 灯又亮了 好 我们来 这个衣光 看一下衣光啊 衣光里边呢 看一下 我们先看一下参数 参数的调节 先选这个色素 这个地方呢 我们看一下 有123 有三种模式 这三种模式呢 是根据客人 那个皮肤的不同 我们选择这个模式 也不同的 一般呢 说皮肤 泛黄 或者是发黑的话 我们就用第一种模式 就可以了 如果说皮肤适中的话 就用第二种模式 偏白的话 就是用第三种模式 你看下 看一下啊 我们选择这个模式不一样 它这里边这些参数都是不同的 接下来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能量这个调节 这个最高呢 也是可以调到50 我们在跟客人操作的时候呢 也是从5开始慢慢的往上叠加 这个呢 是属于RF的能量 RF的能量的话 我们建议客人的话 也是调到4到5之间就可以了 不要太高 好 现在呢 我们要跟客户来做下这个器斑 首先呢 我们要涂凝胶 好 我们涂凝胶 这个凝胶呢 不要涂太厚 就是薄薄的一层就可以了 我们来做这个 做器斑的时候呢 就是能量跟它低一点 不要太高 这个客人呢 比较白 我们参数呢 就是用第三种模式 好 可以了 我们现在来做器斑 器斑的话是用的 这把大光斑这个手柄 首先呢 我们来换这个 插片 现在我们来换这个 插片 大家看一下这个 插片是怎么换的 我们这把呢 是一把大光斑 综合手柄 我们在操作 不同的项目的时候呢 要换不同的拨片 我们看一下 现在做器斑的话 我们是 首先要注意一下 这个拨片 这个位置 好 轻轻的一按就可以了 我们在操作时候呢 要跟客人戴上眼罩 我们在做之前呢 不要直接 把这个手柄 对着客人来操作 我们先空发几下 看一下这个光出的 好 我们来点准备 好 可以 还空发几下 好 可以了 我们来跟客人 在客人脸上来操作一下 好 看一下这个 怎么样操作 我们在做这个色素的时候呢 我们先 刚开始能量 不要调太大 让客人 适应了这个能量之后呢 如果他觉得这个能量 还可以继续往上加的话 我们就慢慢的往上加 从10 然后12 15 然后这样子 慢慢的往上加 一直加到客人觉得这个能量可以了 然后就不需要再加了 就按照这个能量跟客人来操作 我们第一遍呢 先整个脸操作一下 然后呢 再看哪个地方的色素多 我们着重在哪个地方来提色素 我们操作的时候呢 要注意观察一下客人的皮肤 如果说这个色斑 操作的部位呢 它皮肤会微微的发红 这个色素的颜色加深 这证明的话是已经有效果了 就不需要再继续操作了 还有我们在操作的同时 还要再注意一点 我们不能为了一再的去追求这个效果 然后忽略了客人的感受 如果说客人觉得这个能量不需要再加了 我们就不需要再加了 多做几遍 按照这个能量多操作几遍就可以了 接下来大家再继续看一下 这个界面上面 这些参数呢 我们在出厂之前呢 全部是已经设置好了 我们会有一个参数表给到大家 如果说你们需要去改变这个参数呢 首先来按住这个地方 我们来点 下边这一串数字 基本上是不用调的 你们不需要来管这个地方 只需要来记住调节参数的时候 调这上面就可以了 好 接下来呢 我们来看一下 色气它的嫩肤 同样也是这样子的 也是按照刚才去色素的那个模块来调的 还有这个搓窗 同样也是的 好 现在来我们来操作一下这个脱毛 看一下这个脱毛的话 这个同样也是能量的化定 刚开始的话就不要太高 慢慢的往上来叠加 这个地方 这两个地方调的也是一样 直接点点到这个数字 调节就可以了 好 好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脱毛 好 我们在脱毛的时候呢 是需要换插片的 大家看一下 我们脱毛的话是用这个640的 640的专业的脱毛的插片 好 可以了 好 脱毛之前呢 我们先在要操作的部位呢 铺上凝胶 在操作之前呢 也是要先空发几下 不要直接在客人要操作的部位去操作 注意看一下啊 这个操作的时候呢 移动的话不要太快 要慢慢的慢慢的去滑动 这样的话让光呢 作用于每一个需要操作的地方 每束光呢都作用到皮肤上边 慢慢的来回来操作 我们要操作到什么程度才算合适呢 就是要让客人感觉到操作过的部位的里边 有这个热感出来 再这样来回呢 滑动7到8次之后呢 这个效果应该可以差不多了 好 接下来呢 我们操作过之后呢 一定要把这个手柄清干净 清理干净 我们操作之前呢 也是要先敷上凝胶 我们在做这个抗摔这个时候呢 能量的话也不要调太大 看一下它有一个连续 还有一个脉冲 连续的话就是按着这个开关呢 它是连续在出光 这个脉冲的话就是按一下呢 就是这能量发出来 接下来我们可以开始操作了 操作之前呢 也要先自己先感受一下 好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手柄啊 由下往上提拉 进行提拉 好 看一下这个法令纹啊 法令纹操作的时候 好 看一下这个额头怎么操作啊 好 额头继续进行提拉 这个操作手法呢 这个操作手法呢 就是这样子的 接下来呢 我们操作了一下激光 我们现在来做一下这个去质 这个头呢 是专门是用来洗眉 点质去搬用的 你先装好 我们在操作之前呢 我们在操作之前呢 先在其他地方先试一下哈 看一下 这个能量还是挺强的 好 看一下这个客人这个地方有质 我们现在呢 其实要把这颗质去掉 我们在操作的时候呢 要先把这个手柄呢 贴在它这个部位 慢慢的往上 这个光发出来的时候 慢慢来调节这个距离 好 我们再跟客人做这个去质 点质洗眉的时候呢 记住要把这个频率呢 不要调太快 调到一就可以了 我们先从这个地方开始 大家听到这个声音 就是爆破 打到什么样的程度呢 就是要把这个地方呢 看到有微微的渗血点就可以了 好 现在我们再打几下 好 看一下 有渗血点渗血点渗出来 就可以了 好 我们接下来呢 看一下这个黑脸王二操作 首先呢 我们先涂上这个碳粉 这个碳粉呢 不要涂太厚 薄薄一层就可以了 好 接下来我们来换一个黑脸王二炭粉 大家可以看一下啊 这个黑脸王二呢 不要 碳粉的话 不要涂太厚 薄薄的一层就可以了 我们在涂完碳粉之后呢 不要立马来操作 就是等个十分到十五分钟之间 然后这个碳粉呢 再连上吸收一下 然后我们再开始操作 我们做黑脸王二的时候呢 把这个频率适当的加快 调到三或者四就可以了 我们来操作黑脸王了 操作的时候呢 不要直接往客人里面打到 现在吃的部位试一下 大家试一下这个声音跟频率 好 可以了 这个在操作的时候呢 大家要注意一下 能量的话 也是根据客人可以乘在 可以乘入的范围之内呢 来调节这个能量 我们来操作的时候呢 要均匀的一遍把它打干净 碳粉呢 全部隔太平的地方 全部把它打干净 就像这样 全部把它打干净 好 刚才呢 跟大家演示了 脱毛 色素 抗摔 还有激光类的操作 我们操作完之后呢 要把这个仪器先关掉 关掉之后呢 先把它还原 还原之后呢 再来关机 我们关的时候呢 要先把这个钥匙拧上 好 看到没 关掉了 接下来这边 还有后边这个 好 大家可以注意一下 这个红色呢 是属于急停开关 就是说我们在操作的过程中呢 万一就说有出现故障的话 我们可以直接按下这个急停开关就可以了 操作完之后呢 记得要跟客人呢 多补水 我们做去斑 脱毛 做完之后呢 皮肤有一个修复的过程 这个时候呢 比较缺水 所以我们要大量的 涂那个补水的产品 面膜 要每天敷 早晚各敷一片 做完之后呢 还要注意防晒 做完脱毛的话呢 要注意一下 三到一个星期的话 就是用清水来冲 不要用沐浴露 饮食的话 也要注意一下 吃清淡一点的食物 不要吃起 air 不要用沐浴露 你好 但是